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福建号已经返回了上海 18天第4次海事归来 航母甲板上 现在因为拍摄照片角度问题 咱们看不到轮胎 看不到甲板上面的轮胎印 所以只能从它回港以后 从空中视角再拍 咱们再确认 现在平视 对吧 据说这次有弹射 但是现在看就需要真实的证明了 接下来可能就是会有 从空中拍的视频 照片 然后才能确定 它现在已经是返回了母港了 同时咱们还有两艘航母 一个是山东舰 一个是辽宁舰 辽宁舰在那 辽宁舰已经抵达了菲律宾东部外海 而我们山东舰呢 山东舰在菲律宾的西边 实际就是山东舰和辽宁舰把菲律宾给围上了 看到了 菲律宾处于中国两艘航母的包围之中 这也意味着 其实菲律宾叫嚣 所谓的提风系统 要不走了 你走不走 你来不也是没用吗 现在看你被包围了 菲律宾现在据说 据了解 他把的9702舰 据说官宣已经是 他再派一艘军舰抵达 但是现在没有看到任何的公开信息显示 他已经到了 他9702舰现在据说还在港里 9702舰就是9701舰 日本给了两艘 都是一样的 那应该就是说 除了这两艘以外 就没有其他舰能够在那自持 能长达这么长时间了 那就说这艘9702舰如果不出动 那基本上没希望 太阳在这待时间长没希望 所以他要是在这继续耍赖 那只能派9702舰 9702舰现在麻烦了 那个撞一个大洞 这个不一定 这个不一定撞几个洞 辽宁舰现在位置挺有意思 辽宁舰现在是出了 这个意道链之后一路南下 在菲律宾海 已经放飞了舰带机 现在菲律宾这个什么 这个心情咱们可想而知 他压力肯定大 一个是美军给他放的堤峰 一个是自己又派所谓的船只 骚扰中国 这时候中国海军的两艘航空母舰 围着他绕 这时候他自己心里应该有点数 喝粥 喝粥 可能9702舰连粥都喝不了 我们是已经有了 说白了有了经验了 再也就不可能让你再把什么东西 把米粥送上去 米粥就证明它有淡水 我们就不可能把你淡水 送上去 美国航母 美国航母就说已经抵达南海了 所以我们山东舰现在在南海 实际和美国 等于是南海现在中国航母和美国航母 现在都在这 辽宁舰这次中期改装之后是战斗舰 那么已经是抵达了菲律宾 菲律宾海 菲律宾海咱们知道 这个区域就是解放进未来 阻止美军航母增援的一个重要方向 未来不排除我们在这要放飞殲35 这个菲律宾现在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什么 嘣嘣的 你想想 这不是面对歼15了 是面对歼35了 他怎么办 他没什么办法 这个美军现在叫嚣是要跟中国一战 但是能不能救他呢 美国那个参谋长 海军参谋长叫嚣跟中国准备一战 反正美国航母到位了 那有人说中国到底能不能打赢这场南海之战呢 或者跟菲律宾美军在南海的这种争夺啊 其实我想这个借咱们这个脆火 我这期主要谈就想谈最后借脆火 咱们是怎么用05万能大区配合航母 驱离美军航母战斗群 就整个过程 你看一下到底谁啊 上期咱们谈了加20距离F35 你看看这到底是谁在这说了算 这个脆火是记录是去年4月份 延安舰与两架美军的EA-18G电子战 把袍咬者电子战飞机进行电子战这个过程 当时介绍就是美军航母战斗群嘛 那这个就是22年5月 南昌舰与两架这个袍咬者对干 咱们讲过一艘05驱离一艘航母舰 对吧 战斗群 很多人不信 现在人一样是给你爆了 那整个过程咱们看一下 这电子战飞机和05两次电子战全都败了 后来说是舰长跑了吗 舰长被撤了吗 这两次电子战就可以看就是 延安舰和山东舰航母编队实战化演练 他们两个配合 山东舰编队是近年远洋演训啊 是有点可查的 你看那个时间点你都能看到 所以电子战时间地点基本上可以确定了 23年4月5号 山东舰编队出八十海峡前出西太 4月11日前后 抵达琉球群岛以南200海里 这个海域 是吧 就现在辽宁舰的位置 山东舰当时抵达 而尼米兹 咱们讲过山东舰等于是 牵制美军两艘航母 对吧 尼米兹航母战斗群 在4月7号前后距离山东舰 东北方300公里 这个海域活动 4月11日 两舰距离缩咬到200多海里 200多公里 不是海里 所以这种情况就是 延安舰二年 南枪舰一样 就前出100海里 与尼米兹号航母 等于是近距离对战 就这个意思 延安舰获得了后边的 坚15 航母战斗群坚15的保护 当时翠虎里介绍 延安舰东南方出现大量不明空中标 这就是雷达信号 受到干扰 干扰信号非常强 而且雷达向上不稳定 延安舰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然后各雷达加高压 目的有两个 一个是扩大搜索方案 一个是凭借05强大功率 加高压就烧穿对手的电子干扰 然后呢 烧穿其实就是使对方的电子干扰失效 实际上比的就是什么 比的谁功率强 1A18G电子战斗飞机干扰吊舱 持续干扰功率是1000瓦 峰值功率也就20千瓦 而这个05项固雷达平均功率是达到兆瓦级别 1000瓦 你想想这大十几倍 是不是直接压倒 所以军舰和飞机不能比 如果真的干电子干扰 他为什么跑到山东前面去 这种时候呢 东南方目标突然消失 东北方出现类似目标 这就表明了 这就是相关的信号源是电子战诱饵 原来方位就错了 敌方企图引诱我方雷达开机 截获其信号以后都攻击 实际就是一个电子干扰 因此延安舰戈雷达立即进入断高压启动 有缘无缘干扰设备 我立刻停机 同时向山东舰申请舰载机抵禁查证 什么意思 我这个舰不能再跟你对质了 就是让我的舰载机起飞 前出确认目标在位置 三架殲-15升空 然后飞过延安舰上空抵达目标区域 视频里面给你展示了三架战机 殲-15飞越延安舰05 随后殲-15雷达光电传感器截获目标 殲-15也截获了 确认是两架敌电子扎杀机 你看抵近以后它就没用了 远距离你EA-18G 但是我战机抵近 你这个干扰源我能确认 延安舰与三架殲-15密接配合最终将其去离 同时EA-18G电子战 其实这个是老机型 它的机载电子战释放所谓的虚假信号 是常态 它干的就是这个 实际就是引诱你开机 我东南海有各雷达 东南沿海各雷达显尔平 当年就是一片雪花 这次被中国05给干了 延安舰之所以要三架坚实物支援 实际一个是为了查证低级型号 最重要还是为了防止这两架EA-18G电子飞机 它再次使用干扰 22年5月 两架刨跃者对南昌舰进行过这种威胁 所以这次为什么出三架 当时南昌舰垂发单元盖板都打开了 1130近方炮也瞄准不一样 如果是它最后一刻不拉起的话 那可能1130就开炮了 就当年猖狂的抵近我 南昌舰等于是我开炮的位置 来骚扰我 你看猖狂状的 三架坚实物也需要延安舰支援 延安舰也得给三架坚实物支援 如果没有延安舰的电子压制的话 坚实物也很难发现目标 因为它也是电子干扰 我延安舰如果不能压制它的电子干扰 那这个时候我的歼15是找不上目标了 华业取得歼15配置是传统的机械扫描力达 抗干扰能力是远不如延安舰的有限相关力达 所以这就理解了 为什么把延安舰放在航母前面去当前哨舰舰 一个是火力 一个就是态势感知 还有它隐身能力非常强 美军航母两次面对05出动都是EA-18G电子飞机 不是偶然 它的一间有两部ALQ-218V-2战术侦察吊舱 可以在全频段不间断发现 而且快速识别各种雷达信号 也说只要它凭借这个就是EA-18G凭借它这个侦察能力 它是能够查证发现05的 其他飞机发现不了 那这种战术缺点也明显 就是延舰的舰速相对于EA-18G就是慢 意味着延舰虽然能在电子战中能击败 这个EA-18G但很难阻止对跑对手迫近 正因这样一案件才是申请了三架歼15前出拦截 显而意见就是我们的05就必须要后方的航母战斗群来保护 他们是相互配合看到了 就我们延舰现在也有bug 就是我杭松曼 延舰吸引吸取了这个之前南昌舰的教训 申请三架前出 咆哮者对吧 他实际电子对抗失败 那就是我们现在看三架歼15配合 彻底将它去离 我压制然后三架成功去离两架 那么两架咆哮者目视距离 进行抵禁干扰 但依然是当年抵禁南昌舰是目视干扰 他还是没法阻止南昌舰最后锁定美军航母战斗群 所以说以至于现在看美军的1118G 他现在电子战是完全失败的 对于南昌舰完全失败 或者是05完全失败 他出动也只能是说提前让美军航母知道南昌舰所在位置 因为南昌舰要开那一堂 所以这个就让他暴露身份 暴露位置 他也就这点能耐了 他你说他能干什么 他也干不了别的了 但是现在看1118G呢 再次跟05大战 两次突袭失败 这应该是干脆利索 就说完了彻底认输了 没有希望了 1118G是真没希望了 就面对中国航母燃子群是没希望 这个是我们是研制一代 研发一代是吧 装备一代 预言一代 氮化架向过雷达天线 就是功率要大到10到20倍 干扰距离要增加2到3倍 所以05万灯大区未来 还有新的帮手就是歼35 想想歼35如果配辽宁舰现在就在菲律宾海 未来美军航母到这个区域 我们隔着菲律宾也可以驱离你美军航母在南海 有意思吧 就说这个歼15他是没法给你电子抵抗了 但是歼35你美军1A18G 可能真的是出来的时候 可能想想自己回不去了 在这里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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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